因為今天很多觀眾沒有看那個節目 要不要再澄清一下那個時間軸 還原一下 喝酒了之後呢 就認識了這裡面的小姐 我就保養她嘛 養她八年啊 對 我養她八年啊 就八個字啊 好 會超過八個字 董志成自爆 保養酒店妹八年 交易離婚主因 顯身怒播八個字 保養的新聞 沒有 像裡面進爆 董志成在2018年前往大陸發展 沒想到呢 隔年就傳出婚變消息 2020年正式跟妻子離婚 當時呢 傳出是因為前妻和兒子的游泳教練 爆出女女戀 讓她無法接受 而她近期呢 上11點熱炒店 鬆口頭跟前妻離婚的真相 但是遠距離 我的確沒有辦法hold住 她在北京三年呢 一開始人生地步的時候 為了要打好關係呢 於是就開始喝酒應酬 我本來已經很久不喝酒了 我沒在拍戲的時候 我依然在喝 回來之後呢 我的婚姻就 finish了 就結束 到目前為止 我還是覺得 她是個很棒的人 她沒有問題 我有問題 講完北漂故事之後呢 還加碼自爆過去婚前呢 曾包養一個酒店小姐 長達8年 我一 一攤晚上酒要喝掉15萬 15萬 然後呢 喝酒之後呢 就認識了這裏面的小姐 我就包養她嘛 養她8年啊 對 對 養她8年啊 只有我是單身的 那時候你還沒有 對 所以她就看中我啦 結果這段包養酒店妹8年呢 就被外界截讀 称是離婚主 因應 董志成出席電商活動 被問到這件事 永哥今天看到 戰盡新聞版面有嚇到嗎 不會啊 我覺得將來我們如果 這個斜槓人生啊 變成 專電商不是需要很多的人脈嗎 最近我有酒店業的這些 很多的 基礎應該我會先打得還不錯 董哥好像很多人都誤會說 那是在婚姻內的事情 哎呀 反正 我是被害人啦 如果需要案情 要破案的話 各位可以把 那一集節目就重新好好看一遍 我真的不是這樣講的 但是 有信仁的斷章取義 它傷害到我的家庭 甚至影響到我的前妻或兒子 這個我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因為今天很多 那個觀眾沒有看那個節目 要不要再澄清一下 那個時間軸 還原一下 呃 我只有八個字啊 大家回去再review看一下啊 超過八個字 沒有 這是前言 前言 最後的ending是 斷章取義 然後 萬劫不保 我承認了 裡面我說的沒句話 但是你看節目裡面 不要相信文字 給你們帶著迷思 或是對我的傷害 這個傷害會很大的 是 我承認了 最後的 我承認了 好像 很ician 你 我承認了 我承認了